男人骨子里不想失去你时 微信上会有这四个表现 女人看懂就别放弃了 一,她会主动找你 但是说几句话就走 当一个男人没有信心说爱你的时候 他其实是最爱你的 因为他衡量了他所有的资本 觉得自己不足够撑起爱你的生活 所以他会没勇气说爱你 但是他又会放不下你 总是主动着找你 说上一两句简单的话 其实目的就是看你过得好不好 也是释放他的思念 但是他总是会来得匆匆 结束得也匆匆 很怕自己会再陷进来 更怕你会无法自拔 最无奈的爱就是爱了一个无法爱的人 二,他会关注你的动态 会关注你的关注 心里有你的男人 也许每天会和女人一样 看你的朋友圈很多遍 也许不会把你的每一条动态都点赞 但是你开心的他会赞 你失落的他会流言安慰 会关注你关注的东西 从中找到关于你的蛛丝马迹 一个人放不下一人的样子 也许就是每天想你千百遍 却不敢和你说一遍 如果有这样的人 那么女人你愿意就给他一点追你的暗示吧 三,他偶尔会开玩笑说爱你 但是从来不逼问你爱不爱他 爱一个人谁不想能和他在一起呢 男人也一样 他们真爱一个人的时候 心里也会激化着以后两个人在一起的样子 但是当有阻碍的时候 他们不想为难女人 更不想女人因为爱他而失去很好的生活 所以他们会偶尔的透出自己的爱 表示自己的爱 但是从来不会因此而要求女人 或者逼迫女人说出来以后怎么样 或者爱不爱他 爱一个人最珍贵的一点就是珍重 懂得珍重一个女人的男人 最值得女人爱 四,就算你拒绝他 轰走他 他会默默地祝福你 有些时候女人会很敏感的 所以对一个迟迟不敢和自己表白 又经常撩自己的男人 会怨恨和纠结 这种情况下女人会做反事 说反话 会让这个男人走 不要骚扰自己 其实他是想跟你说 爱我就和我说 不爱我就不要折磨我 还是想催生这个男人表露他的心智 这个时候不够爱你的男人 不了解你的会走 真心爱你的男人 会默默地不说话 但是他不会走 他依然会祝福你 和你说话 关心你的喜怒哀乐和生活状态